哎哎呀哎阿轩哥你怎么来了呀 我今天我今天过来看看你呀 吓你一跳是不是 对呀你吓我一跳呢 没有啊我不是过来故意吓你的 昨天不是说了吗 帮你解决这个产品的问题解决好了 我看来看来你的心情挺不错的呀 对呀我今天很开心的 我就是过来看看你看你 今天没有别的烦恼了吧 没有了对了阿轩哥你吃饭了吗 我吃了呀我就吃了才过来的 哦吃了就行 我还想着你没吃的话 我现在就回家给你做呢 不用你在弄豌豆煎吗 对呀 哇你们家豌豆煎成熟的好快呀 我特别爱吃豌豆煎哦 那你下次来嘛来了我给你做 好呀哇你们家豌豆煎真的好多呀 要不我帮你一起弄吧 这个豌豆煎还可以哦 不用了阿轩哥我马上就弄完了 马上就弄好了是吧 对 要不我们走吧这晚上够吃了 我带你去个地方吧 那行吧 去哪里呀 哎呀 你走吧跟着我走就知道了 要不我帮你背吧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 没事我帮你背吧 你这个东西也不重 来吧我能我能背得了 好你给我吧 哎呀 那你慢点啊 轩哥 走吧 走吧 哎呀你们这边的环境还是挺好的 对呀你看我们这里树比较多嘛 对那走吧 在哪里呀我好想期待你说的那个地方哦 哎对了你看到啥 哦那不是橘子吗 对呀我去给你摘两个尝尝吧 这是你们家的吗 对是我们家的 那橘子现在周一天不是还没熟吗 酸不酸呀 不酸的不酸的 我给你摘两个尝尝 我看好多都是都没有黄啊 好像都是青的吧 这个能吃吗 能吃啊你看这个就是黄的 给你摘两个黄的尝尝 少这一点哎呀这个太多的话我也吃不了吧 我怕没熟的 我怕没熟的橘子我吃了酸 我给你先摘两个尝尝吧 好 我给你剥开尝尝 看可甜了 我都闻到味了 你们这个橘子真好 肯定没有打 哎呀阿轩哥你看这个橘子烂了 这个橘子坏了的 没关系 扔了吧我再给你换一个 哎呦好可惜啊 对呀你看地下还掉那么多呢 对呀我感觉你们这边的橘子 这些好可惜啊 怎么坏的那么多啊 对呀你说我们农村嘛 也没打农药什么的 它坏不是正常的吗 确实是就是挺可惜的 这个橘子的话 这城里面没打过农药的橘子买都买不到 对呀你打了农药它肯定不会坏 阿轩哥你尝尝 这个酸不酸呀 不酸的吧 酸不酸啊 阿轩哥 不酸好甜的 对呀很甜的 我吃不了酸的 我给你酸的话我特别吃不了 哎 阿轩哥我再给你弄两个柚子尝尝吧 哪里有柚子啊 你看这树上就有 哇你们这边好爱好好吧 怎么到处都是水果啊 对呀阿轩哥你看 你看这地上的这些 都好可惜啊 都已经烂了 坏了太多了吧 这些水果也对不我爬上去给你摘点 啊你爬那里上面去给我摘呀 别去别去哎呀这上面容易摔倒吧 你别往这里去的呀 那你不是有杆子吗 我来帮你打吧 哎呀不用了 阿轩哥你这样打的话 它会掉下来就坏掉的 啊别打了别打了 哎对啊那个 那个我们邻居家的那个在那儿了 我去给你打一个 你把这橘子拿上 那好吧 哎这个是干嘛的呀 这个就是用来打柚子的呀 这是我邻居家的 哇你们好聪明啊 居然知道用这种工具打 对呀要不然你看嘛 你怎么爬得爬那么高的 好棒啊你们农村真的 我感觉农村 都好聪明呀 这不这好像是手艺人编的是吧 对 好厉害呀这个好轻松呀 轻轻松松就弄下来了 对呀这个很方便了 这个柚子还这样弄的话 还不会坏呀 这个柚子还是挺大的吧 对啊你们家的橘子好甜啊 对呀特别甜啊 柚子先装在里面吧 等一会儿回去给你剥了吃 好 这不再弄一个吧 不用了不用了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 我一个就够了 我吃不了那么多的 够了够了 那我们走吧 走吧我们回家吧 但是你们家的这个橘子 真的挺甜的 这个柚子甜不甜呀 这个柚子特别甜 比橘子还甜的 对呀但是我发现 你们这边的柚子品种 和我在城里面见到的不一样啊 这个有点小 农村的嘛 你根本就见不到很大的 很大的它肯定都是打的那种成长激素的 走吧 对不对吧 我感觉农村的女孩子奴隶的样子 真的特别的美 特别的漂亮呀 哎呀哪有呀 宣哥 你怎么又把背都背起来了呀 哦你不是在吃橘子吗 我就顺其自然的背起来了 哎呀你太行了 你搞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没事没事 阿宣哥你先吃橘子嘛 哦那现在回家是吗 对呀我们现在回家吧 那走吧